第八章的十六节 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四节 第八章的十六节到二十四节 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 他不然是听了我的劝 但自己更是热心 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 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 不但这样 他也被众教会挑选 和我们同情 把所托于我们的这卷子送到了 可以容道主 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赢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留心心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趣 这人的热心 我们在许多世上 屡次试验过 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 就更加热心了 论到提多 他是我的同伴 一同为你们劳碌的 论到那两位兄弟 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荣耀 所以你们故要在众教会面前 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 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一方面勉励他们要均平 今天你们所做的 因为当你们有余就分享给别人 有一天当你们有缺乏的时候 别人就会顾念你们的软弱跟需要 好 那接下来他就说 感谢上帝 因为感动提多的心 像我带你们那么殷勤 而他也如此 像我一样 所以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 但自己更是热心 情愿前往你们那里去 好 我们的讲义这边就讲到说 保罗啊 为了提多感谢上帝 因为他见到提多 侍奉的热忱 提多对戴哥林多教会 对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是殷勤的 这个心知跟保罗一样 所以一方面 保罗期望提多过去哥林多 另一方面 提多自己也热切渴望要到哥林多去 这个就让保罗感到安慰 这里呢 听了我的劝 一直受了我的催逼 所以像提多跟保罗之间的这种关系 其实有点像提摩太跟保罗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们都是年轻 然后他们也曾经也都在教会担任要职 所以保罗写了一封信给提多 对不对 提多书 也写了两封信给提摩太 然后呢 里面这都是有名的叫做教募书信 就是教导他怎么样治理教会 在给提摩太的书信跟提多的书信 都有勉励他说 你们喔 你要劝勉那些做长老的应该如何如何 做执事的应该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在给教会做长职训练的时候 常常会用提多书跟提摩太书 甚至于如果我们教会要选举长老指示的时候 我们应当选举什么样的人起来呢 我们也常会用提摩太前后书 还有就是提多书 所以这里就是保罗的心是安慰的 他觉得很安慰 那是因为这个提多 一方面我期待提多去 一方面他也是期待 那个提多也是自己要去 这个就让我想到 所以像有些父母亲很敬虔 对上帝非常热切侍奉 所以他就期望 他如果有个儿子 就把他奉献给上帝做上帝的仆人 能够进到神学院去读书 有一天做牧师 他如果做母书 他每一步就做什么 母书工 母书嘛 这个做母书工 母书嘛 有的人就是说 立志将来要做母书嘛 立志将来要做母书工 那这个做母书工或母书嘛呢 有几种可能性 要嘛我的儿子做牧师 要嘛女儿嫁牧师 那这样他就可以做母书工 做母书嘛 可是呢 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亲 一头热 希望奉献自己的孩子 可是孩子一点感动都没有 不是吗 那就像我一样 当我研究所毕业 准备到德国去读书的时候 但是上帝呼召 我就决定要去读神学院 而且考试再起 很快就考试再起 那赶快 其实那个都已经超过报名的时间 也超过了那个 那个教会推荐的时间 但是呢 我就去报名的时候 他们看我的 这个好像水平不错 那个读哲学研究所的 所以就来 就让我报名了 那要赶快要去补那个教会的推荐书 还有到中会的推荐书 打电话回家 那我爸爸妈妈赶快去找牧师 然后牧师就赶快去协助处理 在最快的时间内 跑完所有的行程 所有的那个什么文书的行程 就像当年要领略红中秋的时候 有没有 他们也是在一天之内 把所有的行政流程全部跑掉 但是后来他们做了一件坏事 然后他们 但是我那次不一样 那在很快的时间 完成所有的程序 结果呢 做了一件好事 那我就去读神学院 那后来我爸爸妈妈才告诉我 说他们一直不敢跟我讲 因为当年 当年这四十多年前 有没有可能事先知道生男的生女的 不知道 所以我的父母亲在 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 还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我的爸爸 那个骑着摩托车载他 然后后来不知道被哪 他说听说是被一个警察吓到 突然之间跑出来 从那边跑出来 然后叫他要停车 他一惊吓就抖了 然后我妈妈就 从那个摩托车上摔下来 哇 身怀六甲摔下来 以为这个孩子没救了 就就没救了啦 就没救了 后来呢 他们就想说 好 这个孩子如果将来 这个若保得住这个孩子 又是男的 就奉献给上帝 做他的仆人 哇 没经过我的同意 所以有金钱的父母 就会有悲惨的儿女 但是他们一直不跟我讲 好 更重要是 当我好像两三岁的时候 也还发生过 尤其是我自己都忘记了 就是有一个阿桑 来我们到 赶完到过我们的姨娜 因为我们 我妈妈也很厉害 民国55年生一个我 56年生我们家老二 57年生我们家老三 刘青燕是57年生的 所以我们连续三个 这样子生 所以后来他又在小学里面教书 所以就需要有人来当我们的保姆 结果那个保姆是一个 也上了年纪的人 他有那个什么 降血压的药 上面又有糖衣 然后就整罐放在那儿 我撒着糖衣 摸摸摸摸摸下去 吃下去 奋斗在地 赶快送门诺医院 赶快送门诺医院 花莲门诺医院 哇 那个波罗兰医师 那个就是他院长 我看这个 好像凉凉不到血压 这个孩子完全没有血压 他就看这个孩子大概那么小 两岁多 然后又这样子 他就跟我妈妈说 只有要祷告了 这个要靠祷告了 然后当然 我爸妈就跟上帝 发帮他去 这个孩子是我要送给你 要献给你的 你这么早就要把他带走 这要献给你的 你一定要让他活下来 后来就活下来了 活下来 还一直活到现在 不过当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一直不敢跟你讲说 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祷告 要把你献给上帝 好吗 因为他怕增加我的重担 如果我有点叛逆 不想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 所以当后来 我决定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 哇 他们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也很高兴 然后我老爸也跟我讲说 但是将来呢 你也不一定要脱离学术的路 总在学术界 在教会界 如果都能够为上帝做好的事工 这也是好的 那所以因此我现在所做的 一方面在学校教学 然后一方面到各个地方去分享 这是他当年认为说 我应该这样做 结果我那时候还是不以为然 我认为我如果要做牧师 我就把学术的东西丢掉了 我就不可能去学校教书了 我就是做牧师 可是没想到峰回路转 上帝总是有最好的方式来带领人 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大概就可以体会 我父母亲当年 这样子说 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 然后就奉献给这位 奉献给上帝 然后到最后 我自己愿意 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感 多谢神 多谢 这多多的感谢上帝 好 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 除了提多以外 另外有一位弟兄与他同行 到底是谁呢 没有人知道 那在其他的圣经注释 好几本里面 有提到几个人 有可能是路加 或是巴拿巴 或是亚托罗 或是亚里达古 反正这个人 得到众教会的称赞 表示他在侍奉上是得到肯定的 还有这个人呢 被众教会挑选 跟保罗同行 使捐书能够准确抵达 表示这个人受到信任 而且听着有这个人同行 也度了悠悠众口 因为会有人怀疑保罗 有那么多钱 他保罗得到了那么多钱 那会不会中保私囊呢 这毕竟对众教会来讲 保罗你是个外人啊 但是我们各级的人在来面 那这个人是他所信任的 这个人是这些教会所信任的 那这个人跟你们在一起 那你们当然不敢乱来 有这个人背书 我们就信任 所以保罗就自承 那个承述的承 保罗就自承 他的形式光明磊落 不管在上帝或在人面前都是这样 所以这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我看到柯文哲当选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让人看到的是光明磊落 我的钱花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那个中选会要求我只能花八千万 我就花到八千万 多的我就把它捐出去 那现在呢 他得到八十五万票 八十五万票一票三十块 有两千五百多万 那他说我两千五百多万 全部要捐出去 那他遇到别人质疑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账户全部公布出来 他说他将来呢 开市政会议 每一个每一笔的市政会议的会议记录 他都要上网公告 他都要上网公告 就是让你们知道 我们这些人在开会 在做什么事 这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是光明磊落的 我敢做 我就不敢给人知道 所以既然我做 我就不怕你们知道 所以我就做了 我就让你做 如果你这件事 不敢让人家知道 最好你不要做 免得有一天东窗事发 如果这件事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如果说这句话 这件事不想让人家知道的话 不想让人家知道 那你最好不要做了 那这句话呢 你怕别人传出去 那你就不要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耶稣基督就是这种原则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耶稣做人实在 光明磊落 上帝就是光 在他全然没有黑暗 好所以呢 这位保罗就是行事光明磊落 在人神面前都是这样 那表示啊 那些质疑他们的人 其实是多虑了啦 用那个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 好保罗又提到另外一个弟兄 同样没有说他是谁 但是他也是经过考验的 也就是说 他在钱财的干净度 跟忠诚度上 都是值得信赖的 他也很热心要跟提多前去 保罗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也可以放心的捐款 因为这一批人 他们都是非常正直的 而且是其他教会 众教会 这表示不是一间教会 是好几间教会 大家同时认可的 好所以呢 保罗再次肯定 提多跟这两位弟兄 目的是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人放心 放心把钱财交给这三个人 因为他们的心知跟保罗一样 得众教会信任 而且是基督的荣耀 所以保罗就保证他们 绝对没有私心 一定公事公办 一定会完成使命 所以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在捐献这件事情上 能够显出他们的爱心 同时也证明啊 他向别人夸奖哥林多教会的言语 并没有言过其实 24节说 所以你们勿要在众教会面前 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 并我夸奖你们的凭据 就是说我已经话讲出去了 我跟别人 已经讲了 说你们是很有爱心的 所以你们呢 就要显出凭据来 就表示我讲的是没有落空的 没有落空的 好那么第九节 第九章的一到五节 第九章一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论到共济圣族的事 我无必写信给你们 第一点 我照你们乐意的心 常对马其顿的人 夸奖你们说 亚戴亚人逾越好了 已经有一年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 要让你们照我的话 预备妥当 免得我们在这世上 夸奖你们的话 落了空 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 见你们没有预备 就叫我们所确信的 反成了羞愧 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 先到你们那里去 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 欲略妥当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 是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勉强 好了 那这个地方啊 来我们看一下讲义 这边就说 保罗想到要拆这几个人去啊 心里就不免挂虑起来了 一方面呢 仿佛对父母亲 对即将出远门的孩子的千万叮咛 他想到攻击圣徒的事呢 又马上说不必说了 因为他们必是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 那保罗事前就已经对马其顿的人教会的讲了 亚甘亚人啊 就是指哥林多教会的幸福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早就预备好了 他们很有热心 他们都早早准备好 所以我后来发现保罗好像也是两面手法 跟马其顿的人讲说 你们知道吗 这个哥林多教会都早就预备好了 那苏人不苏听苏听盼看面啊 好所以他们就准备很多准备很多 然后呢又告诉马其顿教会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马其顿那边的教会的 都已经跟他们讲说 你们早就预备好了 所以你们千万不能让我热气哦 你们就要准备好 不要说这几个钦差大臣去的时候 哇你们什么都没有 才临时东凑西凑哦 这样子的话那就表示我之前讲的话就穿帮了哦 我想不要把保罗想的那么诡诈 因为只有诡诈的人才会把别人想成诡诈 所以我们就要对人更好心啦 也就是说保罗就是去激励他们 提醒他们 所以其实你们 其实我知道你们是有热心的 因此所以呢 你们就好好的什么 好赶快预备好 你们千万不要给我露气哦 好那保罗指示他们呢 说他之所以在自己要去之前打发这几位使者到他们那里去 就是希望他们在保罗未到之前就要把一切捐献的款项都预备好 不要等到他们到时候才预备 因为呢说不定会有马其顿人追随保罗一道前往 到那时候还没有预备好就糗大了哦 所以保罗细细叮鸣啊 同时意味着一方面不使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夸奖落空 另外一方面也要显出哥林多教会的捐款啊 都是出于乐意的 因为是出于乐意 我早早就准备好啊 你们去每个礼拜去教会做礼拜出于乐意吗 还是出于勉强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出于乐意就早早的去在那边做好 但是出于勉强的时候是时间到了 结果人还没到 对 那如果是出于乐意的早早预备好就去了 就坐在那里 早点坐在那里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 宁可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 那也不要呢 当礼拜的时间一到的时候 底下坐得稀稀落落 出于勉强 是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轻眼走进教堂 出于乐意 那就早早进去安静心预备 明白吗 然而我也会 我也会一方面告诉信徒说你要早早进入礼拜堂 可是有的时候你早早进入礼拜堂 礼拜堂吵得要死 有没有 有没有 在那边敲锣打鼓啊 在那边还在练歌啊 还在那边跑来跑去啊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教会的做法 赶顶教会的做法是早上九点半做礼拜九点钟开门 但是开门的时候就已经私情的姐妹已经在谈管风情了 在教堂里头绝对不准吵闹 要讲话在外面讲 进到教会里面 教堂里面保持绝对的安静 然后这个私情的姐妹呢就开始在谈 谈那个圣诗 一首一首的圣诗 那就很简单就是长老会的平常唱的像我们最近 我们每次来有没有 在这边唱的诗歌都不是赞美之泉的 赞美之泉的很快都会被淘汰掉啦 也就是说当他新的一集出来 旧的那一集就没有人唱了啦 知道吗 第一集第二集还有谁在唱吗 很少了 这种叫做流行音乐 这个不叫圣乐 可是刚刚你唱那首歌有没有 那叫圣乐 因为他经过了千锤百念 在时代的过程中没有被淘汰 没有被淘汰的这就是千锤百念 敬拜永恒的上帝要用经过千锤百念的永恒的圣乐来敬拜 不要用稍纵即逝的音乐来敬拜 OK好 那么这个音乐弹下去 所有的弟兄姐妹进到礼拜堂绝对的安静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人都是 这个 这个什么 九点钟就进去 九点五分九点十分 那我的要求是九点二十分全部的人就定位 全场的人都要就定位 安安静静 安安静静 等到九点半一到 门锁起来了 门锁起来了 门就锁了 挪亚方舟 你没来的就在外面歪哭怯齿 好 这个锁起来了 那这个时刻呢 近到礼拜堂大家都到十九点半 一到 带诗歌的上去 带诗歌的上去 请我们起立 起立 立正站好 三一颂 砰 就弹下来 那三一颂弹完 接下来就是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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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觉得礼拜要让人看见那种庄严跟树木 如果你是乐意来亲近上帝的 就应该早早过去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早早我早早去进到教堂 早早他们吵吵闹闹 所以我非常反对 礼拜已经前二十分钟前半小时 师班还在那里练习啊 打鼓 敲锣打鼓的还在那边练习 不必你们到其他地方练习 这个空间要怎么样 巨马架起来 然后进空 这个地方是进空 所以信徒进到 早早进到礼拜堂 这是一个安静的空间 我们可以在那里 在那边等候来敬拜上帝 预备我们的心 当然这个也跟一个牧师的sense有关 你有这样的sense 或没有这样子的sense 那么这个你如果乐意 乐意就早一点预备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六节到第九节 来读一下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倦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悦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如今上尽神祭 祂施舍千财 周济平穷 祂的人亦存到永远 OK好 让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呢 保罗就用重跟收来做 用农事来勉励 他说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是多收 写明重与收之间 存在着一个比例的原则跟平和 那保罗的意思呢 是鼓励哥林多人多多的奉献 以得到上帝更多的祝福 但是呢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也就是说 你们要照心中所感动的 乐意捐献 看人内心的上帝 会依照人愿意且乐意的心 喜乐悦那所现的一切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异味 不是出于痛苦 也不是因为被逼啊 哇这个原则很重要喔 很重要 那因为呢 捐得乐意的人 是上帝所喜爱的 所以照你的内心吧 好假设这样子 他有一个人奉献 有一个人 一个月赚五万 他知道十分之一奉献是五千 可是他每次呢 都奉献三千而已 另外两千就始终拿不出来 好现在被选做直逝了 哎呀我既然被选做直逝 如果没有奉献五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那所以他就奉献了五千 可是他的甘心乐意的部分 只有三千 听到不 然后呢 另外两千是不甘心的 各不里中 各不三中 各不四中 但是所以这样奉献下来了 请记得 虽然奉献五千 上帝那边算几千 还是算三千 懂吗 做基督徒很麻烦耶 就是这样啊 来要求我们的内心啊 这个世界是会表演的 知道吗 那些搞政治的人都在表演啊 都在表演啊 叼泪啊 表演啊 怎么样 这个表演让所有的选民看 然后你把票投给我 可是基督教世界 我们好像也在表演 但是我们说我们成了一台戏 是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 对不对 但是请记得我们很重要的是 我们在表演的过程中 是表里一致的 也就是当我们哭泣 我们是真实的哭泣 当我们欢笑 是真实的欢笑 当我们愿意给 是出于全然的乐意给 所以呢 这就是真实 一种真 所以不要作难啊 不但各不里中 各不三中 好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是那个 是上帝也不会喜悦 保罗强调说 如果你 如果是出于乐意的奉献 上帝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因为呢 第八节说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 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好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跟上帝交换 而是当我们有一颗 全然为上帝摆上的心 那一颗心 上帝要视为宝贝啊 上帝要视为宝贵 然后他就乐意的 将各样我们所需要的 好来赐给你 赐给你 所以呢保罗说 你上帝不会亏待我们 让我们在事情 跟所有的时间都充足 能够行各样的善事 这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只有上帝才能使人得到充足 使人得到充足 所以 请记得 当我们乐意摆上 上帝就乐意加添给我们 如果你愿意 会愿意来侍奉上帝 上帝也会将 侍奉他所需要的恩赐 嫁给你 懂吗 就像我小时候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 演讲比赛 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那个表达清楚的人 甚至以前 还必须 以前我们的国语也不是讲得很标准 是上了大学才在那边 上什么 婆婆婆婆 知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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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做国语正音班 有没有 像我们这样一话 就是没有过 那个国语正音班 所以他就会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每一个 愧对我们国人 所以他那个 了跟 日 他发不 他发音 发不 发不出来 所以 这个是没有上过国语正音班的 可是我们以前在演讲比赛的 都是国语非常标准的同学 所以想想 当时候我们的本省人 很少有人能够去演讲 只有那个外省人的同学 比较会去演讲比赛 他们的core 他们的口才也好 所以我就在想说 上帝要呼召我做他的胡人的时候 那 我觉得我在上帝面前 我就有 因为有些疑惑 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口才 有口才的人 所以我就祷告说 主啊 如果你真的要我成为 一个在台上讲道的人 求你给我一个清楚的头脑 然后呢 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讲清楚 还有很重要 在讲的时候 我讲的时候 我讲的时候 底下的人千万不要睡觉 不然就没有什么路用 有没有 你讲到嘴巴全部 你讲到流汗 他睡到流汗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呢 可是我在大学当团契主席 然后我每次都要上台做报告 然后我的报告都让大家觉得很烦 每次开会 他们都说 哎呀我们这一个月的聚会 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大家都说 主席报告时间能不能短一点 主席报告的时间能不能短一点 我说 所以我对我自己讲话 几乎是没有信心的 可是上帝很奇妙 上帝要赐给你口才 并不是说一下子转眼之间 哎呀我们就滔滔不绝了 不是 而是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他就一方面让我到四星大学去当讲师 每个礼拜就要到学校 站在很多同学面前上课上课上课 透过这种在台 在那个课堂上上课 来磨练我们的口才 嘿 然后大神学院第二年 我还到当时候所谓的地下电台 去主持节目 哦 我也不去地下电台 主持过节目 所以拿起一个麦克风 面对一个什么 我也是滔滔不绝 可以讲一个多小时 然后接受call in call in call in 就当然都一直骂某一个档 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好好好 就这样 反正呢 就是我以前有这个经验 哎 那后来我想想看 类似这些的经验 其实他都在训练 上帝都在训练 让我们拥有这样子的恩赐 所以当你愿意有一颗心来摆上 然后上帝要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他就会给你有充足各样的恩惠 多多加给你 使你们凡事长长充足 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各样的善事 其实就是上帝看为美的事 就是侍奉上帝的事 就是侍奉人的事 这样的事 然后最后呢 他就用诗篇112篇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说 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周记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哇 你所有的钱稍纵即逝 但是为着基督的名 愿意把钱放在那些软弱需要的人身上 这样子的人意要存到永远 所以在这个地方指的是 在主礼的奉献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将自己所拥有的给得出去 但是这是一件美事 而且会被上帝纪念 他们的人意必传到永远 因为能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第10节 一直读到第15节 好来 第10节来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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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神极大的恩赐 现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 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所以第十节开始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他用何西阿第十章十二节 以及以赛亚五十五章第十节 两处的经文 来我们看一下何西阿 何西阿的十章 何西阿的十章十二节 有没有找到 如果找不到的 何西阿住在哪里 在创刺记前面 创刺记前面就是何西阿 创刺记前面有目录 看就知道何西阿在哪里 好来 何西阿十章十二节这边有讲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益 就能收割此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垢荒地 等他领到 使公益如雨 将在你们身上 好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节 往前翻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节 好 五十五章十节一起来读 来 于雪从天而降 亦不允为 却滋润地图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所以再回来 我们就来看 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十节 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嫁给你们 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你栽种仁义 就可以收子阿 有没有 这个在和西阿里头所说的 多种的少 多种的多收 少种的少收 所以一样的 所以你的仁义种的少 慈爱就收的少 仁义种的多 慈爱就收的多 所以他这边很清楚的 让我们知道 这一位上帝是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所以农人们 当你看到丰收的时候 要全然感谢上帝 农人的任务就是耕地 就这么一件事 耕地 但是你手上有种子撒出去 这个种子从上帝而来 因为前面 这个种子是从前面的果子而来 不是吗 前面的果子 是因为有剩下 所以才余留这些种子 那就表示 这个种子之前的 那些人是足够的 足够来吃的 所以才能够留下这些种子 让你来撒 所以呢 这个种子是从上帝来的赏赐 好那洒下去之后呢 天要降雨 有没有 降雨要出太阳 必须是到时令 该出太阳的时候出太阳 该下雨的时候该下雨 这样子呢 这个作物才能够成长 然后当然最后成为粮食给人吃 哎呀我的辛苦终于得到回报了 不啊 这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务农的人最能够了解 什么叫做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 那有的时候在你收成之前呢 来了一个台风 听说最近有台风吗 有 但是他应该不会来吧 应该不会来啦 但是已经被命名了 哇12月还有台风 哇不得了 拍你当搞笑了 人家没叫听你听就没叫嘎记 刚好今年是 今年是甲午年嘛 对不是甲子年 没叫嘎记 所以连12月都有台风 实在是让人觉得很意外 但是不管如何 就是说 这个我们能够看到 啥种洒下去 到最后成为果实 在我们的手里 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呢 所以来这里 我们就来看到圣经里面 在我们的讲义里头说 他有和西亚十章十二节 跟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第十节 两处的经文 佐证他的看法 说明上帝对于乐捐之人 所持有的善意 将是使人受用不尽的 那物质的赐福更是 也更是 更是有更多的种地的种子 就是让你有更多的种子 可以去种地 心灵上就有仁义的果子 结出仁义的果子 那不要忘记 这个仁义的果子是怎么样 存到永远 所以在启示录 这位上帝也说了 就是说 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做的功 要随着他们 然后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这里 就是让人觉得 非常的什么 非常非常的 得到了满足 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 因为我们所做的功 要随着我们 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在上帝面前里面 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一切的 一切一切的 的那个什么 的侍奉 都是有用的 具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启示录来 启示录第十四章来看一下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启示录 启示录你就知道了 不用创世纪去找 不是用刀目录去找 启示录第十四章的十三节 就提到了 来我们一起来读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哇 看 这多么美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个世上 我们积极盈盈 在自己的各样的 积攒自己的财富上面 丰厚自己的物质上面 这些都要过去 但是呢 在主里面 他所做的一切的工 都要上去 都要上去 但你所做的恶呢 有一天上帝也要算 也要去算我们的恶 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 必须在身体跟灵魂上 全然的洁净 好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我们来看 我们的讲义F这里 因着上帝的赐福 上帝给他所爱的人 必是凡事充足 但不是为了享受 乃是让他更有能力 去帮助人 如此 他就成为上帝中心的管家 那保罗的心也更加的安慰 所以呢 这里就是说到说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 使感谢归于上帝 好 那么 接下来从第十二节开始呢 来 又是 又更独特 他说 因为 办这个供给的事 不但补足了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 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 得到了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钱 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上帝 好 所以其实保罗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做这件事 还有副作用的 不仅上帝纪念你们 让你们结出丰富的果子 然后你们所做的事情 具有永恒的价值 然后你们还可以得到上帝 给你们多多的恩惠 让你们将来可以行更多的善事 更多的善事 然后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让这群接受的人知道 哇原来在天的那一边 我们看不到遥远的地方 也有一群跟我们有一样信仰的人 他们跟我们一样信了上帝 接受了基督 也顺从了基督的命令 然后他们愿意遵守 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样子的诫命 然后愿意把钱来捐给我们 哎呀真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好所以这里讲一说 所以保罗总结了 从本章的第一节开始 所提到攻击圣徒之事的效益 说到此举啊 不仅使圣徒的缺乏得到补足 也让他们能够因此向上帝献上感谢 这就是说 在人的爱上经历上帝的爱 化线 要考试的 像小学生一样化起来 在人的爱上经历上帝的爱 当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 他一方面经历到我们的爱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经历了上帝的爱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像我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家在从小学以后 我们家的生活费都是 很多的带导同工们他们奉献的 为我们奉献的 那所以我的父母亲就告诉我们 每一分钱都必须非常谨慎的花费 然后必须花在刀口上 不能有任何的浪费 因为每一分钱都是上帝感动那些什么 那些那个带导同工们 弟兄姐妹为我们奉献的 所以呢这是这些钱从上帝来 我们当然 所以从小到大我买东西都一定是看价钱的 一定看便宜的才买 如果贵的我就不会买 贵的不会买 那我就一定买便宜的便宜的 后来遇到我太太之后呢 才开始改变 那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买 她说要买好一点的 可以用久一点 那我慢慢慢慢被她改变 不改变也不行 不改变就会世界大 世界就会天下大乱 然后就会有世界大战 为了和平 为了能够每天过幸福快乐的和平的日子 一定要改吧 那我们改比较简单 要求别人改不容易 自己改比较容易 所以当然改变的 但是我现在买东西还是看便宜 只是我很少买东西 你听我吗 就是说要买东西 这个看便宜 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很难去改变的 很改变的 但是呢家里主要买东西的是她 我眼不见为净 反正你买到好的东西 嗯不错不错 我就不去问价钱 她买任何东西 我不会去问价钱 可是只要是我买东西 我还是会看价钱 这个观念 一直没有办法改变 一直没有办法改变 也就是说 你要叫我去用奢侈品 很难 所以十多年前 我认识一个道上的兄弟 你知道吗 我认识一个道上的兄弟 而那一位兄弟 天道蒙的 天道蒙的 他管两三间的酒吧 然后管好几个赌场 然后他就有一天在教会的外面徘徊 那我在那个教会做神学生 我就在那边 然后一方面我在四星大学教课 然后他在那边当神学生 然后看到有人在那边徘徊 那我就去跟他讲讲话 要请他进来 然后他进来 因为我们那些青年正在唱诗歌 正在排列圣诞节的那个 清唱剧 哇他觉得很好听 那我就跟他聊聊 聊起来才知道 哇原来他是道上兄弟 后来呢 变成说他认识我 他很高兴 他说哇我没有想到 我可以认识像你们这么高级的人 有在大学教书嘛 是很高级的人 但是我本来跟他讲说 哇我会很少认识像你这么低级的人 后面一句不能讲 对吧 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变成好朋友 那所以他有时候礼拜六晚上 他没有事他就会过来 他不好意思进到教会里面 那有时候呢 我虽然是青年团器辅导 因为辅导呢 就是在旁边辅助的嘛 他们在那边聚会活动 用不到我的时候 我看到他来的我就去外面 跟他谈话 所以我一直有跟他传福音 他也觉得很不错 可是然后有没有可能离开 他说不可能啊 不可能 他也跟我讲说 哎呀那个赌场赚得很少 酒家也是很少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贩毒 毒品才会生意 生意非常的好 诶你知道吗 我这次人头一遍是在那里 我一遍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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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我愉快呢 我说 他说 哎 刘老师 你如果来 小姐随便你叫 我说没有啦 我去吧 去你办公室就好了 去你办公室 然后我趁着 我说 他说 不可能客气 所以他晚上六七点的时候 没什么人 六七点下去 里面已经有一些人 都坐在那边等等 他就 他一到 其他人马上起立呢 然后他马上说 我朋友 老师哦 老师哦 就是在台面 跟他说一说 他要喝酒 我又喝酒 喝酒 喝酒 然后就 喝茶 等等 跟他聊 也是跟他聊一下 我说 哦原来你事业做这么大 等等 反正他只是在管这个堂口的人 他们的组织非常的绵密 那这个就 于言不要赘述 好 那后来呢 我有认识这个朋友 他认识我这个朋友 当我要离开台北 来到屏东的时候 那他们跟我讲 你好是 好 可以认识 你这个朋友是我的乎气 这样啦 我有两台理念的 跟一台 变入的 看你 要哪一台 因为我没有 还有新的一台 这都塞过三年 看你要哪一台 你逛去 这个好像 现在才知道 有那个叫魔戒 知道吗 很漂亮 我只能喝过砸冷 你听不懂吗 没有塞过砸冷的 这个叫做 BMW的跟 Benz的三台 他要让我逛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是开的是 打压子的 1.3的 后来我想想看说 那很用人耶 直接我点头 有没有 他就搬过户 我车子就开走了 可是后来想想 算了 不可以 因为呢 我可以拿 但是我养不起 还有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从来对这种 用这种所谓的 我们当时我认为的 奢侈品 这个等级太高了 不是我这极的 可以用的 所以我就婉拒他了 他也觉得 奇怪 他的车子 这个只要开一年多 底下的小弟就在问 什么时候你要换 这辆车怎么样 为什么我要送你 你不要 他觉得很讶异 我说 你就趕快信了 所以你就知道了 你只要信耶稣 你就知道为什么 人的心是如此 我们就不会去 喂这些 所以其实你要知道说 人的心可能是 贪得无厌的 可能是贪得无厌的 但是我们愿意付出 不断的付出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是那种 心灵的付足 心灵的付足 好 所以呢 来 这个 这里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 这些受帮助的人会想说 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愿意来帮助我们呢 一定是因为他们相信 基督并愿意 照着基督的命令而行 顺服基督的旨意 这也同时证明了 哥林多教会 对不起 这个是写错字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真心 他们是真心信靠上帝的 信靠福音的 否则 他们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因此多捐出去 就让更多的人受贿 就有更多的人将荣耀归给上帝 因此保罗也说 耶路撒冷的人 也不是见前掩开贪得无厌的人 他们会感谢 哥林多教会的义举 也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祈祷 这就表示 他们必会想念 哥林多教会 也为他们祈祷 所以第十四节这边讲 他们也因神 极大的恩赐 在潜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想念你们 最后一节 保罗就感谢上帝 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所以保罗想到这里 感谢主 他所建立的教会 还有彼得当年 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的教会 还有他所建立的 马其顿那边的教会 大家在主的爱里面 可以合而为一 可以互相帮补 所以他就感谢神 因为上帝有说不尽的恩赐 就是他是有极为丰富 且丰富到让人无法想象 述说不完的恩赐 恩赐对人是有益的 这就是要花很满满意书 所以这一段 我想整个的第八章跟第九章 让我们看到 从马其顿教会的捐款的例子 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 明白知道 而且请你们早早准备好 当我们的同工过去的时候 你们都预备好了 那你们多种的多收 少种的少收 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好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对于现在的奉献 应该怎么奉献呢 犹太人他们是十分之一奉献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有人就这样讲说 现在不是了 不是十分之一奉献 照你的信心去奉献 好吗 照你的信心去奉献 照你的甘心乐意去奉献 你的信心的大小 然而在我的看法里面 在我的看法里面 在新约 新约并没有对旧约的十一奉献 这件事做出什么样的修改 懂吗 有一些的法令 那个耶稣基督或保佛 都做了修改 可是这个在十分之一奉献 这件事并没有做成修改 而且如果我们今天晓得 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 其实以今天的标准 已经超越很多了 什么意思呢 他们在田里面出产的 一定要把最好的十分之一奉献上去 所以你要知道黑珍珠 如果你种了一万斤 最好的那一千斤 那个价格是很高的 甚至于后面那九百斤的价 后面那九千斤的价格 跟前面那一千斤的价格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那一千斤 奉献出去给祭司拿走 那是最好的品质 最精良的部分 用今天的话来讲 他们奉献了一千斤 种了一万斤 奉献一千斤出去 以经济效益 以土产来讲 奉献了十分之一 以经济效益来讲 他们可能奉献了十分之三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今天赚了三万块 奉献三千块 其实算是很便宜的 如果你连这三千块都拿不出来 那你自己去上帝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定一个 minimum requirement 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最低限度的标准就是 当我们收入了多少 有十分之一 不是属于我的 那我就把它拿出来吧 而拿出来是不是一定要拿 放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 我倒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自己的教会 仍然有事工上各样的需求 那可以 如果你的教会 已经凡事充足 只会把它拿到 叫做什么 银行里面去放的话 那我建议 建议说 那你就可以去为其他 有需要的人来奉献 我相信这是一件 一个可以做的事 OK 好 那么所以 基本上的标准 还是十分之一 然而其他的部分 要增加 增加多少 照我们的心意 那如果当我们愿意这样做 上帝一定大大的赐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眷顾我们 让我们在一切世上 都丰厚有余 当我们想起 这个世界有些的角落 正在发生战争 有许多人因着战争 面对生命的危险 要离开他们的家园 流离失所 我们就为我们现在 仍然有一个房子 可以居住 虽然它不是豪宅 还有一辆车 可以代步 虽然它不是跑车 我们在你面前 献上满满的感谢 因为在你的恩典之中 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 然后也恳求主 将一个数天的眼光 赐给我们 让我们眼睛 不是只看着自己 自己各样的需要 而是把眼光看在 我们四周围 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朋友 那一些有缺乏的人 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也许我们能够 在他们的身边 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去陪伴他 也许我们可以 用我们的言语去安慰他 也许我们也可以 用我们的钱财去辅助他 不管他有信主 没有信主 因为我们所做的 是为着你的缘故而做的 是献上在你面前的 我们就相信你必要悦 因为马其敦教会 他们在极度的患难中间 仍然愿意将他们自己 所有的拿来 帮补耶路撒冷的教会 让我们也看到 在哥利多教会 他们虽然丰丰富富 他们也愿意 在捐书的事上有份 因此请求主 帮助我们 慢慢的来学习 这样子的功课 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把眼睛 放在我们物质上 这边的缺乏 那边的缺乏 但是求主 开我们信心的眼光 让我们晓得 当我们愿意 为主而摆上的时候 你后面加添给我们的 是多而又多 因为在你有丰盛的恩赐 跟慈爱 愿主怜悯我们 能够照你的话语而行 遵行你的话 你就必照你的应许 将各样的俗份赐给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最后报告一件事 就是